Hello 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一直啊就是有很多粉丝问我 问老马说这个荣城这边有秘武 这个就是一楼代小院 以前呢可能很少 我也跟大家也说过 因为这个也不让再盖代小院 这次呢老马在给大家拍的 这个是一个带着康养项目的 花儿洋房献房 而且还是一楼代小院的 两居室带着精装修 带着双洋台的 我一会儿呢去给大家拍拍 它这个一楼代小院 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它是离地 因为它是地台式的这种景观 离地面的话大约在两米左右 所以也不存在超湿 而且带着小院 带着双洋台 带着精装修 而且它是这个也是一个县房了 像这面啊 就是说不管是荣城也好 还是渭海也好 像这面代小院的房子呢 还是比较少一些的 而且像这个项目呢 包括它在康养啊 包括它周边的环境啊 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好 现在我带大家到园区 再给大家拍拍它这个实体房 这个就是因为它现房了嘛 又不用拍一样门间了 就给大家拍一个 就是交房的一个标准 好 咱们现在进园区看一看 像这个小区啊 就是它前面这两条街 都是这个各种各样配套 包括的中西餐厅 就这种业主餐厅中西餐呢 包括也可以业主来朋友 也可以点餐 像饭店一样 咖啡厅 还有康养学院 老年大学超市等等 都在这一条街上 等这边上下四层这个呢 就是这个娱乐 包括健身 像一楼是业主的演技大厅 像喜欢歌舞的类的 可以在这排练 可以在这演出 二楼呢 就是这个健身房 瑜伽 还有这个超经名乡室 还有这个像三楼啊 像这棋牌室啊 乒乓球啊 台球啊 麻将啊 五子棋啊 等等的都非常全 像四楼啊 咱们喜欢书画的 书法的都在四楼 所以说它那个小区呢 就是像这些都是免费 对业主开放的 而且它这个小区 大家也能看见 就是包括它康养配套 还有这个 它周边的环境也非常非常好 像咱们前面 大家能看见 这个是一个湖 冬天呢 最多的时候 有三百多只大天鹅 像这个夏天呢 这个里边有荷花 远处呢 就是因为今天阴天 可能效果拍出来 效果不算太好 但是远处呢 那个小房呢 就是海水浴场 就是从咱们小区步行过去的 就可以过去 到前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沙山海水浴场 看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 包括这个小区后面还有花海 因为我之前用无人机也给大家拍过 所以在这小区绿化各方面 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现在带大家去 它这个有一个两居室的 80平左右 78到80平左右的 双阳台 带小院 精装修现房 我去给大家拍一拍它这个 带小院 现在咱们就是在园区里了 这个园区整体的绿化 这个花儿秧房的外观 这个外观呢 做得还是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它这个一楼带小院啊 跟咱们下边的平地要高 大家能看出来吧 最少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有两米左右 我这现在把手机还举着呢 离咱们平地的话两米左右 所以它这个一楼也不存在超湿的问题 这都是电梯的花儿秧房 它这边有一个80平左右的一个一楼带小院 双阳台 带着小院 两居室的全平户型 南北通透的 带着精装修的 我一会儿待在那边 它那个房子呢 是现在是达到了交付标准 一会实体的现房 我去给大家进里边拍一拍 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实体房 这个呢 是一个78平的 一进来这边是一个客厅 前面一个大楼台 带着小院 这个是两室 厨房 这是一个全平户型 北向的一个卧室 卫生间 这个竹 这个精装修教房 这个包括它这个欧派的竹儿啊 都是带着 这个小固形还是比较方正的一个小固形 这个房子的亮点主要还是在它的前面 大家看到那个阳台有多大 出来 这是一个双阳台的 主卧前面还带这个阳台 后期完全可以自己封起来 这个大阳台 这个很大的一个阳台啊 包括前面一个小院 这是咱们前面的院子 而且大家可以看见 而且大家可以看见它这个一楼呢是高于地面啊 这差不多的话到两米到三米左右 这个大阳台 完全后期封起来的话 能多出一个房间来 这是一个七十八平到八十平就这么一个户型南北通透的一个全面户型 这个房子现在也就是一个交双标准 一楼带小缸带的双阳台的 一楼带小缸带的双阳台的 这一楼带小缸带的双阳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